各位封信千全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从和西雅师第七章来灵修默想 在第七章神向他们说什么话呢 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化人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孽就显露出来 他们的罪孽就显露出来 他们行事虚荒 还有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在第三节 在艳乐的日子他们烈性成病 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 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 灾民 中民也热如火炉 烧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的君王都不倒而死 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什么意思呢 他们百姓他们行恶变成很自然 然后他们喝酒如烈酒 昏昏沉沉沉 所做的不检讨 让神忧伤 所以上帝就用一个例子来说 以化人和列邦 以化人是没有翻过的饼 没有翻过的饼 一方面是烤焦了 一方面是还没熟 就是没有去顾及 自己不知道 上帝已经生气要撕裂他们 他们还是不明白 上帝的心多痛啊 在同样的第七章 神又用一个比译 就是在第七节 翻背的弓 我第一次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翻背的弓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懂了 这个弓应该是这样弯的 然后这样射进去 才能够射到你要射的中心点 但是这个弓呢 假如已经弯了 翻过来了 本来是像这样弯的 现在像外面弯了 所以你射的时候 当然不准了 翻背的弓 意思是从心里面不对了 心态不对 生命不对了 所以你做出来的行为 自然就不对了 所以两句话呢 让我非常的思考 没有翻过的柄 翻背的弓 假如我生命的准则 已经弯了 是背向神的 不是正向神的 我无论做什么 都是不照神的标准行出来了 翻背的弓 是你心中的一个天平 是你心中的一个天平 心中所想的是神吗 心中所看重的是耶和华 你神的准则归种吗 我自己很喜欢诗篇一百十九篇 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非常大的 启发 你们讲到我们 常常 有几种罪来禅类我们 是我们的罪内吗 是我们的 罪性吗 是罪吗 很多这些禅类我们 以至我们失去了 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 正确的焦点 所以打来打去 生活都是翻背的弓 设错了方向 这不是可怜吗 神要我们 回到他面前 让圣灵把我们翻背的弓 修正过来 生命对 方向就对 目标对 行出来就对 神是我们的公义 圣洁出来的神 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翻背的弓 能够修正成为上帝 所要用的 建守正确的弓 一生 以上帝的话语 神的标准 神的目标 做我们的目标 今天求圣灵 就把我们这个翻背的弓 转过来 成为一个正确的弓 人生找到正确的方向 圣灵 我们恳求你 我们不愿意 这一生成为翻背的弓 没有翻过的柄 主啊 赦免我们 神在我们身上 说我们深深知道 我们的生命 何等需要你的翻转 把我们翻转过来 认识耶和华 也知道认识我的神 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根基 帮助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